中国南南绿蓝盛产底级内线,之前有姚宁,王志志,阿特尔组成的一栋长城,曾经在北京奥运会上打入包墙, 而现在的五大内线义剑连,周琦,胡金秋,韩德军,王哲林也实力十分强劲,他们接过了前辈的火炬,在亚洲范围内嫌弱对手。 到明年的世界杯,双国家队合并后,这五位内线只能有三人入选最终的十二人大名单,谁将是入选大热门呢? 首先应该还无争议,入选十二人大名单的是郁剑连,郁剑连作为CBA联盟第一人热,他目前的竞技状态仍然处于巅峰状态, 他在上赛季的常规赛中场,却能拿到24分3.3,篮板1.8助攻1.1盖帽1.3场端的全面数据,他的技术全面,个人攻击范围,可以从篮下一直扩展到3分线外, 他可以从3号位一直打到5号外,能极大的丰富这球队的战术,而占防守端有着出色移动速度,乃至能满足无限换防的极高防守要求, 意见连自从2004年入选国家队以来,从来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届国家队,所以无论从资历,还是从能力来看,他都是首先应该入选国家队的内线, 周琦在去NBA发展之前,曾帮助新疆南篮首都总冠军,证明了自己的能力,他身高216厘米,并展达到223厘米,他的出色防守能力成为他的强项, 中国南篮十分需要他出色的护矿能力来增强内线的防守硬度,但是周琦在过去的一赛季里在火箭险有,上场机会, 他的状态,特别是进攻端的状态水平如何存移,他需要回归国家队比赛中去考察他的实际状态如何, 周琦将士技艺建连之后,最有可能入选大名单的第二名内线, 剩下来的汉德军,王哲林,胡金秋三名球员,只能去折逐一个名额了,他们三分都优缺点十分相名, 韩德军有着出色的身体条件,特别是在与欧洲球队对抗的时候,但移动速度不够迅速, 在当今的小球时代,很容易被对手针对,而胡金秋是上赛几场规赛MVP的候选人, 场局们砍下19.7人8.7篮板的年轻内线,他机动性比较好,手感柔和, 篮下嗅觉十分灵敏,但他身体比较单薄,在肉搏战中比较吃亏, 还有就是自主进攻能力不足,而王哲林是这三个人当中,最有可能搭上墨败车的内线, 他在今年夏天狂减30分之后,在国家队的比赛中梦回巅峰, 他在最近的两场热胜赛中,连续砍下了18分和20分,展现出红队真大腿粉色, 他篮下对抗十分出色,更为重要的是脚步十分灵活,移动速度化, 有着出色的自我终结能力,十分适合现代篮球对中锋的要求, 本文有五点体育原创,欢迎关注,带你一起长知识。